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一些有趣的话题。 首先,我们谈到了重新检视历史事件的新技术,以及对于真实一面的追求。 接着,我们讨论了印尼银行飞机起火事件,以及中俄之间的合作和关系。 最后,我们提到了房地产和围棋对中国人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厨,谁这么自信啊? 石爷说,所有的历史未来都会重复。 陈大厨说,天津的毛标。 石爷说,新的技术可以对很多历史事件重新解释。 田典说,我们只想了解更多真实的一面,不做判断。 还有矿部回旋,NHC毛又代标。 陈大厨,这是球迷赐语的,那是毛了个标亲口说的。 明哲说,达蒂到底有没有说过护球的事情? 说,就是门前半米打空门人进去了,球没进的那个,不清楚啊。 Guten tag dentro? 明哲说,印尼银行飞机起火了,银行好像问题挺多的。 梅亚布林湾说,丘吉尔也没有,他家的马尔波罗公爵的爵位也许被别的家人继承。 后来伊丽萨白二世要给他封爵,被他谢爵。 罗斯夫有三百年的家世,在美国一点不比丘吉尔家在英国的之下,相对而言。 而且丘吉尔父亲是高门弟,破落户,迎娶美国富家女。 所以跟美国特别亲。 啊,什么机型。 明哲说,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5月16日报道, 印度尼西亚英纪航空公司一架从印尼起飞,载有46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因起飞不久后引擎起火而返回机场紧急降落。 报道称,英航15日发表声明说,这趟飞往沙特迈迪纳的英航1105航班由波音74740-100飞机运营,于当地时间15日17时15分返回印尼望加西机场,所有乘客居没受伤。 英航总裁在声明中说,机长发现其中一个引擎冒火,当下判断必须进一步检查以确定引擎是否出现故障,所以在飞机起飞后立即做出这项决定。 他说,机上有450名乘客和18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前往迈迪纳的朝圣者。 所有乘客已在英航安排下,于同一天乘搭另一趟班机飞往沙特。 事发科机现已停飞,接受安检。 瑟瑟发托Ved。 Maya Bullen-1说,他在我心里的地位是帝国主义者,明治实规,没有贬义。 答应帝国的卫士,他引以为荣。 Scott Wing说,波音飞机。 Maya Bullen-1说,丘吉尔是位帝国主义者。 有些人听此话要坐不住了,其实这只是中性的称谓,或容或如,该立场而定。 马克思会以共产主义者匕首,丘吉尔则以帝国主义者,明治实规,而心安理得。 Tender说,为无人机准备的。 Huma说,今天听到一则新闻,美国国会议员提了一个法案,要把校园里清巴勒斯坦的抗议者送到加沙待六个月。 NHOK说,帝国主义者有多种定义,甚至可以把民族复兴也定义成帝国主义。 大国和帝国本质上没有区别,帝国无非是大大国。 斯大林比丘吉尔更配得上帝国主义者的称号。 程大厨说,帝国不是首先要有扩张的属性吗? 就在自己家折腾不去别人家闹,算不上帝国吧。 NHK说,除非没能力,有能力,谁不寻求扩张。 扩张在当今世界已经不仅是领土的扩张,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扩张。 普京不懂这个道理。 人心向善,这航速十六节向名传。 60 W2 Bata to Conf X8 Bill Chen说,双边贸易额占俄罗斯GDP13%,占中国GDP1.4%。 去年,按狐狸介绍的2030年4000亿双边贸易额,参考俄罗斯以及中国官方预估各自的经济增长率。 俄罗斯大约年2.4%,中国5.2%。 2030年4000亿双边贸易额占俄罗斯GDP约18%,占中国约1.8%。 这个数据的震撼程度,可参考2018年中国对美国和欧盟27国双边贸易额1.3千亿,占中国GDP总量10%。 可知,如确实实现,俄罗斯不是普京期望的世界一级了,而是拥有大量核武器的一个中国经济的超级富庸。 我认为,这个结果美国和欧盟不会让它发生,这是美国方面在大选后必须尽快结束战争的一个动力。 Chan Ping Wu说,西方没那么容易转向吧,不像中国,大领导一句话就能转,Joy。 帅。 Ruimin Yilu说,说过,我的户球像亨利,没有找到视频。 Yie Kueye说,本来想说一些投资的事情,想想还是不说了。 最近投资数字货币得出一点心得,投资成功率如果低于60%,那么很难在技术层面赚到钱。 Tian Ba Huong说, 基金行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头部机构强者横强,中部企业抱团取暖,尾部企业加缝求生。 基金行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头部机构强者横强,中部企业抱团取暖,尾部企业加缝求生。 基金经理人均千万年薪,刚刚,2020年基金年报披露完毕,知乎online.gip36683508。 阿加伟龙说,2023年四国GDP如下,美国27.37万亿美元,中国17.89万亿美元,加拿大1.927万亿美元,俄罗斯1.88万亿美元。 2023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贸易,进口3532亿美元,出口4.714亿美元,合计7.742亿美元。 如果按照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占比,中俄之间的贸易量可以达到50.60亿美元。 之所以这么比较,是因为中俄的贸易关系非常像美加关系。 中俄未来的贸易量仍然取决于中国国内的消费力,民间能看到俄罗斯的商品并不多。 Bill Chen说,接着你的这个对比,从地缘政治角度,美国必须让中俄关系拉开距离,而不能变成美加这样。 这就是前段时间,米尔斯海默大呼美国焦点错误的原因。 这也貌似是川普的策略。 从美国利益角度,他们的着眼点是对的。 陈大厨说,找了下,他踢球。 那时接受采访,说球队有个战术是雪阿森纳。 最后时间,在97区拖延时间,后来被媒体标题党成了护球向亨利, 貌似他其实没有吹嘘自己的技术。 向亨利的本意,找了下,他踢球。 那时接受采访,说球队有个战术是雪阿森纳。 最后时间,在角七区拖延时间,后来被媒体标题党成了护球向亨利, 貌似他其实当时并没有吹嘘自己的技术。 向亨利的本意,这么宏大的课题,尖色难懂,设计专业名词又多不胜数, 一个个查就是麻烦。 An Allen,小六子挂了。 阿加维隆说,川普在位时的确有拉开中俄关系的想法, 时过境迁,不过现在拜登几乎没有这个想法了。 Fox说,嗯,我用了一个经济数据预估, 概括了很多领域的可能的发展以及两国的勾兑。 两国所谓的加深全方位合作,除了涵盖了一二三产业的所有,此外还有金融、转口贸易、军工。 阿隆提的加拿大的类比可以作为起点,但覆盖面会更广。 西方要切断这两个国家的勾兑,要么停止战争,包括金融制裁等等。 让么把俄罗斯给灭掉,改为亲西方的政权。 不然两国相为依靠,覆盖的领域的确是可以覆盖,每年达到一千六百亿美元的增量。 Bill Chen说, 诚如你所言,国际政治观察十分繁复,美俄中是一个层次,美欧中又是一个层次, 印巴中美,又是一台阶,美中台日南海,又来一个交集,朝韩美日中俄无欧, 中东还没算,圈套圈,看明白很不容易的。 Fox说跟宫斗剧很像啊。 Huma说HTPSwww.ittoday.inflow.htm 阿家伟龙说,不是让赖清德特赦陈水扁吗? Huma说,蔡英文确定无法特赦,陈水扁内格一种词无法完成程序。 Fox说,先熟悉地图,再熟悉1990年开始地图上各国的倾向以及势力范围。 做到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Huma说, 赖清德不可能,特色是个包袱,必须等到任期快结束才有可能。 Bill Chen说,所以推演应该遵循基本等级逻辑,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相互影响。 比如俄罗斯从美欧拿不到发展所需的资本支持,没有办法必须依靠中国。 军事上,美国对中国压力过大,没有办法,中国必须全力抓紧俄罗斯的武器带。 美国要想改变这个局面,要和俄罗斯捐气前嫌,这在现实条件下不可能。 因此,中俄持续靠近,且显示给美国,我们越来越亲密,也是没办法的。 美国很被动,经济上也不主动,和中国1比065的总量比不说,相互缠绕,使其行动受困。 他在历史上,从未和一个经济总量超过他40%的国家发生过大战,这是其现实主义的一面。 所以实在看不出美国有短期占据优势的能力,因此是拉锯战风格了。 阿加伟龙说,抛开中俄未来贸易量的讨论,目前紧要的问题是, 拜登压低通胀的同时使得石油价格下跌,而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主要收入。 这次普京到北京,一定会商议怎么把石油价格弄上去。 毫不夸张地说,通胀的议题其实是中美俄角力的主战场。 NHK说,到底俄罗斯是中国的加拿大,还是中国是俄罗斯的墨西哥?不要搞错了。 阿加伟龙说,看我上面贴出来的GDP数字,俄罗斯GDP只有1.88万亿美元。 Fuchs说,美国应该花比较大的精力经营好美洲,这样会稳得多,以当年支持中国的态度与印度合作。 中亚也可以想想办法。 NHK说,如果看能均GDP呢? Fuchs说,单看GDP在地缘政治这个环节里,起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服务业中,除了金融科技,其他成分对于军事没有多大作用。 阿加伟龙说,国际贸易一般看总量,GDP是作为贸易量的参考之一。 NHK说,俄罗斯与西方有同一个上帝,都吃面包和鱼子酱,都喝福特加,怎么会甘心当中国的小弟? Fuchs说,国际贸易也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NHK说,最多就是利用中国一把,说卖就卖了。 Fuchs说,同一个上帝直接打起来,都以上帝为名。 二战的欧洲,几十年的阿拉伯之间战争, Billsville Chen说,那就是放弃全球霸权了,自保没问题。 天选之国,东北亚中国将会成为霸权。 霸权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如同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一样,战略利益很大, 局部上霸权周边国家是受益的。 这个结果概率很大,欧洲不知在其中会扮演什么角色。 美中欧的经济体量大约1比0.65、0.7,确实是比较合理的全球配置。 Fuchs说,放弃霸权也就放弃美元地位。 NHK,兄弟打架和与他人打架不一样的。 Fuchs说,都打架了,内心里就不当对方为兄弟了。 谁要鼓励中国当霸权,我跟他急。 Bill Chen说,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的经济问题取决于这个因素, 所以他现在不能放弃全球霸权,争取把中国打趴下。 在时间推演中,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美国其实也很难,解脱和美国之间的剧烈摩擦,得到他真心的尊重。 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东北亚霸权。 中国不能说,但这是丛林逻辑,非要这样做不可。 不信,我们接着看。 Fuchs说,那就要定义霸权是啥意思了? 不然没法接着聊。 简单的世俗的定义就是,我赚钱,你跟着分一点。 或者是你赚钱,我跟着分一点。 你觉得哪个是霸权,或者两个都是。 阿加伟龙说, Ed.YouTubeates.com WatchEach。 陈大厨说,不是说一旦特赦了,就还要打三个官司, 可能又要被抓进去了吗? 还不如不特赦,现在这样挺好。 Fuchs说,这特赦阿扁的话题是谁先, 提出来的。 Huma。 Bill Chen说,中国人长久以来对霸权这个定义很反感。 春秋五霸的作为也是不服,不听挑前就揍你。 实际上,在现实主义理论中,霸权的定义是, 一个稳定的体系中占有支配性力量的国家。 体系中其他国家不具备与之进行军事抗衡的资本。 在此基础上发展均衡关系, 均衡意味着一大脱重小的等级局面。 Huma说,这个新闻应该还算重要。 陈大厨说,那要先定义春秋五霸是拿五霸了。 Fuchs说,不是不承认有霸权这种事情, 而是讨论是不是能比较长久的和谐,比如一百年。 不过我同意有座庄的角色,但座庄做到只能进不能出,那这场子也就没法开了。 黄天霸 Bill Chen说,你说了算。 Huma说,好像有两种说法,大厨比较见多识广。 Fuchs说,同意大厨定义。 陈大厨,走几步。 陈大厨说,记得是N种。 Huma说,具体是谁不重要,总之是五个比较牛的人物。 Fuchs说,所以总统府在开始的时候没有明确这个意思, 还是问,谁最开始传的? 陈大厨说,台湾说是大陆在率先炒作认知作战。 你再查查,我先去吃饭了。 Huma说,当然是总统府。 他们故意向媒体放风,想透过媒体看看民众的反应。 Fuchs说,这个是有可能的,吃饭锻炼都是再见的意思,没细茶, 但这一轮陈水扁热搜是从5月1号开始发酵的。 红线是繁体字,陈水扁,蓝线是简体字,陈水扁。 陈大厨说,目前查到的是据说与小鹰关系极佳的静周刊。 率先放风,Mouse和Huma推断一致。 想抵就抵,想洗就洗。 Huma说,不是我推断的,我可没那个本事。 柯文哲接受采访就说过,一夜说黄旗帆的房地产救助策略会有效。 Fuchs说局部先搞,手推浙江,一夜。 亏说,这眼睛看哪儿呢? 中国的房地产现在居住属性要求早就满足了。 没房的,有资金的,肯定就这波下跌,去买房了。 没房的,没资金的,你什么政策也没办法让他们买房,以旧换新。 就我知道中国人的这种性格,特别那些不涉及投资的人, 自己居住的老房子是不舍得卖掉的。 那是一种感情,一种牵挂,一种曾经的记忆的点点滴滴。 谁舍得卖掉自己居住的几十年的房子? 我算了下,两万亿,平摊到每个人头上一千五。 如果踢除月收入十万的人群,再分阶梯发放现金。 最底层的那些人能拿到两千到三千块。 这些最底层的人存钱反而是最少的, 就算他们换个电视,买几件衣服,吃一顿馆子。 这也是对于中国最大的消费刺激, 从而能带动整个消费市场,带来通膨。 当通膨出现的时候,人们的存款也就想拿出来消费了。 这不是很简单的经济逻辑吗? 我搞不懂,老大干嘛不做简单的事, 而要浪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弄一个已经破裂的房地产。 我实在搞不懂上层的逻辑。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着急啊。 Fooks说,你这就是谈感情了。 原来五十多平方米的老宅七七八八地折下来, 可以换一百三十平米。 这时候你跟我谈祖上传承, 几个啥,该吃吃,该喝喝。 一夜,我竟然无言以对。 Bill Chen说,海牙走了以后,难得碰上喜爱围棋的朋友。 基辛格在《论中国》里特别提到了围棋对中国人战略思维的影响, 和你文中所设文化内涵一样。 围棋的战略包围思想,强调迂回和计谋, 是基辛格十分称道的。 他说,西方人推崇速战速决,强调英雄壮举, 而中国绝少孤注一掷,而依靠耐心积累,形成相对优势。 他认为,中国人是实力政策的出色实践者, 很有意思和务实的评价。 Fuchs说,他要是说50平米换60平米, 我跟你一伙儿,跟他们闹, 这是绝祖坟,影响我世代英泽, 想抵就抵,想洗就洗。 抵抵,今日尚瘦不懂,也不喜欢围棋, 仅仅是觉得围棋可能是最早被人工智能吊打的行业。 但是,看到这篇采访,发现人工智能并没有摧毁围棋行业, 在看围棋界的领军人物对于AI有比较成熟的思考, 让我想,未来受到AI影响的行业是不是也会这样, 还是会更差。 人心向散说,今天发布的中俄联合声明表明了中俄除了军事结盟以外将全面进行合作。 全文多次名闻提到美国,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反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NHK说,原来的50平方米是二环平方, 现在的130在六环39楼。 Fuchs说,那就可以讲讲感情了, 先从共建和谐社会话题开始。 NHK说,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现代的土地改革, 没本事的都统统滚到城市边缘去, 城里是高官达人、资本家、影视明星的天下。 人心向善,从中俄联合声明可以看双方紧握双手, 彼此热情地说,兄弟,我听你。 四千亿双边贸易额指日可待。 Fuchs说大西洋那一端传来阵阵邪恶轴心, 人心向善,说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准备押保俄罗斯, 扩大双边本币交易和促进金珠湾国家本币交易, 相互为对方国家财产提供安全保护。 阿加伟龙说, 背靠背, Fuchs说, 我现在明白了, 复旦的冯玉军教授为什么出来谈? 人心向善, 说并保证对方国家财在临时运制本国期间的安全不可侵犯和及时返回。 这什么意思? 内部争论肯定非常激烈。 看完这个中俄声明, 七月再看三中全会公报, 串起来一定能找到巨量信息。 该请老何好好分析一下, 今年真的有可能是做出战略性选择的一年。 甜点说展开一下, 这两天好热啊。 阿加伟龙说, 中俄现在的形势, 天宝和军宝被赶出了 罗汉堂.bilibili.com, BV8J4127BB。 承大徒说说话说一半。 Fuchs说, 还没点进去, 但是标题还真不错, 比明镜的很多标题强得多, 你那么能查,自己搞。 前几天好像老何也做过一期, 我扫了一下标题, at甜点htps6du.worldttopic95960521wufuts, 搞错了, 原来是你注视的。 我说贵省临安政府开始下场收房了。 NHK说, 过去和美国建交时, 有头像派和强硬派, 其实都是一伙的, 演演戏而已。 这次也一样, 都是影帝, 其实看戏的也都明白, 恩来同志在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呼主席, 我不是头像派。 人性向善, 说要求套军70平米以下, 目前市场上没有符合条件的产品, 要量身定制。 一种试探而已, 临安区最远处离市区上百公里。 Fooks说, 以土共的做派, 市区和临安之间搞一个新城, 把市政府搬过去。 不对, 搬省政府, 人心向善, 说, 市政府已经搬过两次了, 省政府坐拥西湖边是搬不动的。 Fooks说, Twitter.com MarioNafal Status 1791094619620417760 来自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黑暗势力, 想要摧毁美国, 迈克蓬佩奥。 我们的建国原则 使这个国家与众不同的东西, 与犹太教、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息息相关。 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受到黑暗势力的攻击。 俄罗斯、中国和伊朗 都渴望削弱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建国。 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美国人的衰落, 摧毁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的自由。 他们想把我们的国家从主身边赶走。 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陈大徒说, 估计和劳比尔一样, 读了不少亨廷顿的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的。 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